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刚刚出声 看不见 听不清 最小的那只运气不好 一次次跌倒在冰冷的石壁上 他们的妈妈其实就在吉米之外 惬意地趴着 冷冷地看着自己的骨肉滴滴撞撞撞 乌乌叶叶 老虎的生活并不容易 他的母爱不会分给弱者 在野外 有些小老虎就这样死去 幸运的是 山洞里的这些幼崽 都及时找到了母亲的怀抱 开始吃奶 从这一刻开始 似乎一个个仔细地 舔势着自己的孩子 从此 他作为母亲 这段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小老虎们养大 这些小老虎的生命历程 对于中国 乃至世界东北湖的保护 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临冬暴雪 黑龙江 气温周江 专家们正在进行一项 至关重要的工作 这可能会关系到 中国乃至世界 东北湖物中的未来 中国是湖的原产地之一 大约两百万年前 这个物种的传奇 在这里开始 此后 心盛又衰落 近些年 为了让大猫 能够真正回家 人们一直在不懈地努力 此刻 人们正在进行 东北湖野化放规计划中 关键的一步 需要挑选出一只 最强壮的母虎 在近乎野生的环境下 翻译出 背负人们希望的 后代 现在 要放出的这只东北湖 很可能 将是第一只 重返森林的 东北湖的母亲 这里是东北林业大学 马建章院士的办公室 数十年前 东北湖林园的总工程师 刘丹 毕业于这所大学 每当有重大问题 需要指导的时候 他都很想请教一下马院士 这位国内研究东北湖 非常德高望重的前辈 现在 东北湖园林的繁育成绩 在世界老虎相关研究中 首屈一指 刘丹想进一步尝试 野外放规的实验 让这个母虎 来带这个子虎 带这个子虎 在这里边 怎么教它朴实 野放实验中 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选择一只优秀的母虎 一只身体素质过硬 野性十足的虎妈妈 才可能带出优秀的小虎 在放归自然之后 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存活下来 人们将用科学的方法 浅艳老虎的野性 选出最合适的进行野化训练 它们体长大概2米2以上 尖高近1米 体重大概150到200千克 身材标志 貌色艳丽 这些老虎 都是人工繁育的东北湖中 忧中选忧的杰出代表 为了让这种大猫 不至于走到灭绝的境地 中国的专家们 付出了无数的努力 东北湖陵园 坐落在松花江北岸 占地面积一百多万平方米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 东北湖饲养和繁育基地 国家东北湖种园繁育基地 1986年 一项与东北湖相关的 圈养繁殖计划 在横道合子繁育中心开始 当时中心一共只有8只老虎 但今天东北湖陵园繁育的 东北湖已经有数千只 通过一代一代的人工繁育 保证了东北湖基因 不会丢失之后 又一个问题产生了 由于东北湖曾经一度走到了 物种灭绝的边缘 可以用于繁殖的个体 寥寥无几 中国的专家们 也遇到过相似的难题 人们通过多次多地钓运老虎 避免了东北湖种群退化的问题 率先在全球建立了有据可查的老虎谱 保证 保证每一只老虎都有血统可追溯 各国科学家一致认为 中国对于东北湖繁育和基因的保护 做出了极出的贡献 解决了种族灭绝和基因污染问题 下一步 人们就开始为东北湖重返野外 而努力 第一只候选的母虎被放了出来 她今年八岁 是一位有经验的母亲 专家们判断 她很大概率 不会因为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就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 对于将要进行的实验 这是非常重要的特点之一 这只雌性东北湖 体长大概两米四左右 肩高九十多厘米 体重大概一百七十到一百八十公斤 身体非常健康 是人工繁育的第四代东北湖 专家们严密地观察着候选母虎的表现 此刻 黑龙将室外的气温降到零下三十摄氏度以下 人们专门选择此时 进行这项重要的工作 也有特别的考虑 在极端环境下顺利生存 也是野化的重要目标 那么这只有经验的老虎妈妈 会不会交出满意的打卷呢 专家们拭目以待 突然被放到模拟野生环境的运动场里 这只木老虎看上去有一点懵 它先是警惕地四处走动 然后又看似悠闲地趴了下来 左右观望 专家们对这只老虎的表现十分满意 它现在的这些表现 都是东北虎来到新的领地 应该有的行为 然而 不到一小时后 这只一号种子选手 就回到了虎舍门前 叹头叹脑 似乎迫不及待地想回到龙舍里 享受温暖舒适的生活 由于平时 东北虎舍通向训练场的门 常常是打开的 老虎可以自己决定 在室外还是室内停留 所以 今天长时间的强迫防风 让这只虎很不适应 这只大猫蜷缩在地上 似乎觉得受了委屈 那么 是不是专家们选择的训练场太冷了 东北虎不适应这样的温度呢 很明显 今天放出去的这只母虎 明确地表达了罢工的意愿 人们很无奈 把它放回了虎舍 专家们 关于大猫回家的希望 收到了一些挫折 通过研究 他们发现 对比野外获得的数据 龙羊虎的各项身体素质指标 都有一些下降 这让他们的抗寒能力 奔跑能力等等 在野外来谋生 必不可少的本领 都极为让人担忧 怎么才能制造一种健身工具 既能获得他们的运动数据 又不会被这些大猫的尖牙利爪 瞬间破坏报废呢 刘丹和他的同事们 想到了汽车轮胎 人们把微型摄像机嵌入轮胎 既可以拍下东北虎奔跑的姿态 又可以记录他们的速度 耐力等等一系列数据 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 老虎们在自己的活动场上 发现了对他们来说 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这些谨慎小心的动物 会不会对专家们的这个发明 产生兴趣呢 卫石车拖着轮胎 在东北虎的运动场飞驰 很快吸引了大猫们的好奇 如同人们意料中的一样 他们跟在汽车后面 难得地奔跑起来 这和东北虎野外补实行为很相似 专家们非常满意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 东北虎们发现 轮胎的奥妙也不过如此 就习以为常 不感兴趣了 看着东北虎们 又恢复了以往的懒散生活 可把虎原的专家筹坏了 怎么才能保持大猫们的兴趣呢 专家们想了个主意 在汽车轮胎的缝隙里 塞进了一些鲜肉 制造出一种东北虎专用的特殊健身设备 对这些缺乏健身习惯的大猫 拥有着难以抵挡的吸引力 每次东北虎追上轮胎 就可以获得肉块奖励 通过这种特殊的训练方式 老虎的身体素质 获得了显著的提高 我先发完这一步就冷了 这个没有走 不好好吃 这个不好吃 你觉得这个快点进去比较 两天后 一到两天后 那个新的那个 包里面那个去看 如果这是小虎的话 真的好好跟着 我看他自己过不了 今年这个冬孔 太小了 你们俩真的这两天破不住了 因为明天我风开了 笑得不高允 我叫顾佳英 我来自东北林业大学 现在是东北林业大学的老师 没有 也是管家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的成员 只有这样 我国现在监测到的 绝大多数的东北虎个体 都是在老野岭区 现在在恢复着的栖息力当中 老虎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 其实对于老虎来说 如果有一片让它们感觉安全的区域 每一只小虎安全长大 其实就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 在这片区域就会有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老虎的种群 这个 现在看就是个坑了 这当时在几十年以前 那是一个痕迹 就野生动物之后 它非常愿意就在这样的地方走 它顶上棚上东西以后 搁上树叶子 跟旁边都一样地表一样 野生动物一走 就从这种掉子 掉子 对 它抓的是活的 那岩树这个 是不是在修一修的木里面 咱们这个坑还能用吗 能用 但是这个不太好了 树太大了 又找一些好一点的 有好的地方呢 没有树 好呀好呀 我们要打算就是能做到活的野猪 补它代相圈 然后研究它的 对生进的需要 然后活动轨迹以后 好恢复野猪的种子 要是这种坑能用的话 那就 那抓抓的 应该 对 东宁的附近 以及在张广财林 以及在丸达山 在一些特殊的区域 老虎真的穿越了 然后我们通过跟踪 发现它其实可以利用的地方 特别窄 所以它没办法去选择 虽然东北虎 在最近这些年的大众关注度 在逐渐变高 但是我国科学家 对东北虎的研究 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 1974年的时候 我的导师马建章 就开启了中国东北虎的 第一次野外调查 我们最早的调查是74年 74年是国家提出来 是要进行珍稀动物调查 调查的时候 头一次见我 那个见到这个虎的时候 我当时挺害怕 就什么叫毛发送 那时候再提出来 咱知道脚的头 我立起来一样的 一路我大概有三十多米吧 一个虎趴着 我当时喊呢 我说虎 往后边人一听老虎的看着 下的扭头就往山下滚 从山人啊一直滚了下滚到这以后呢 因为饭盒的带式的文帽啊 都刮掉了 就是身上跨的小军用水壶 都压扁了 第二天我们拿着枪啊 找这东西捡东西 一看到老虎吧 走了以后 半步是连着走的 没有跑的 它也没有攻击我们 它走的时候也没有跑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个老虎 包括人啊 包括熊之类的 人没有伤害的 它不会主动攻击人 头一次在野外见到虎 以后都是见得踪迹 没见到虎扬 这样子 当时我们内署调查出来的东北湖的数量 黑龙江是81只 今天是7只 整个东北湖当时是151只 那么后来呢 树莲逐渐在萎缩 这里边呢 一个是森林在破坏 环境破坏 老虎不能记住 第二个就是偷猎 盗猎 当我们来到 吉林区域 其实是1998 第一次来到研究 个人 非常相似的 Show 对几个人 正在美国现成为 比较 比较 联合 肯定调查 很多植物 被捕了 工人 绕团 仍然是 但确认 他们更加保管 大小巧克力 很粗 上少计 可 美国 我们不够起 正在向外面的架子,中美洲和中国。 这是一个地方,我确实不可以去今天。 但在1998年,他们有允许的允许。 所以,我走着我的俄伙伴俄伴和我的日本伴俄伴。 我们走着正在向外面的架子, 我们来遇到海鸟的海鸟 这就是海鸟旅行从中国回到Russia 我们主要想到海鸟的海鸟 我们想看到海鸟的海鸟 我的俄伙很想到海鸟的海鸟 我们坐在那中处的地方 没有人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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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俄伙伙伙伴们说 我们追踪这个海鸟到Russia 我的俄伙伴们说 我不能去那里 我不能有一个维扣 那最有趣的是 我们人们需要维扣的维扣 鸟的海鸟 他们移动回来 他们不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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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海鸟 不在哪里 他们不在哪里 他们没有但是 50年代至80年代时期,我国的东北湖种群分别在辽东地区、大新安岭地区和小新安岭地区相继绝境。 我国东北湖的分布也逐渐由南向北,由西向东,急速退缩。 我开始工作上的鲑士在西亚。 但是我变得很明显,在某些区别的地区,那里有鲑士, 那里有可能的地区,有其他地区的地区。 那些人在俄羅斯 完全不知道中國的事件 我們也聽到謊言 沒有鱷魚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 這個情況是怎樣的 當時進行這項工作調查 都沒有經驗了 所以我們當時就翻譯 蘇聯的那些動物調查的方法 怎麼進行地面調查 開始的時候做了一些 探索性點進行的工作 但是最後英文還是比較成功 特別是咱們北方冬天的有雪 所以查這個動物的痕跡很方便 那是洪水 火災 對於森林的破壞很大 因為森林的敵人就是火災 本台消息 5月6號晚發生在大西安嶺地區的 特大山火 在5月8號晚推示了我國北部邊城 很多公里的火帶向西部原者森林出徑 沉著七級風勢 以每小時十幾公里的速度 造成了直接經濟損失 高達5億多元 用5萬多人受災 211人上升 自六月中旬以來 嫩江 松花江洪水不斷 至今嫩江已形成四次 松花江已形成三次 超歷史紀錄的特大風格 一旦 高達6月 高達6月 小陽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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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90年代时候调查树就生了12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必須到许多虞蛾 不是小虞蛾在1998或1999 很多的我的俄伙伴 带来了那中心是占的 缺乏 那池蛾是有少人蛾蛾 他们被人去损一切 我们的森林破坏的严重 破坏严重对动物的生存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个对于动物来讲是一个致命的靶静 我们横掉的时候发现七星狼子当时唯一第一个东北户保护区 一个老虎都没看到 中国的动物学专家 正在通过追寻东北虎的行踪 分析他们的行为模式 确认野生东北虎的数量 基于大数据的采集分析 研究人员已经能够从族印上读取十分丰富的信息 甚至从中确定老虎的年龄与性别 就算如此接近 他们也从来没亲眼见过东北虎 只能通过国家公园里的红外相机才能一窥他们的踪影 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 每一种独特的花纹都能被识别 每只老虎的行踪也得以被记录 监测结果显示 截至2022年底 至少有约50只东北虎 频繁活跃在这片森林中 第一个种子选手惨遭淘汰 于是一段时间之后 又一只母虎参与了测试 这只虎今年刚刚五岁 东北虎在野外 寿命可达十五岁以上 而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 超过二十岁的寿星也不罕见 五岁正是东北虎繁育的黄金年龄 由于东北虎野化的科学设想 是希望小虎在相对野生的情况下 出生成长 从小锻炼 适合在野外生活的身体素质和生存技能 所以适不适合做母亲是关键因素 看上去二号种子选手的身体素质相当不错 而且似乎没有受到严寒的影响 在雪地上玩得很开心 连专家们故意按车喇叭的声音也毫不理会 由于这只虎对人太缺乏防备 这种表现在野外很容易发生危险 于是不及格的成绩又一次诞生了 就这样经过一轮一轮的筛选 几位表现较好的选手终于脱颖而出了 其中专家们最为关注的有两只母虎 其中一只叫做小茜 另一只虎是编号为535号的母虎 它们的身体素质最好 而且也相当聪明 但是接下来谁能胜出作为野化实验的一部分 还有更加严苛的考验在等待着它们 在大自然中 对每一种生命而言 填饱肚子都是活下去的关键 作为食物链顶端的东北虎 更是如此 那么会有母虎通过接下来的难关吗 目前在我国适合东北虎生存的北部森林里 繁衍着很多其他动物 它们中有些是东北虎的食物 也有些可能是它的敌人 包括东北的黑熊 棕熊 野猪 鹿等等 都会与东北虎半生在一起 其中鹿是东北虎最常见的食物之一 然而包括梅花鹿马鹿在内 几乎所有的鹿科动物都已奔跑迅速铸成 那么圈养的东北虎在进行了野化之后 能够顺利捕捉到它们吗 有关科学家进行过测试 大多数鹿科动物的奔跑速度 可以超过50公里每小时 也就是说 在它们紧急逃命的时候 每分钟可以跑到八九百米 而且鹿的耐力惊人 它们可以保持这个速度相当长的时间 有些科学家认为 在野外 东北虎的速度瞬间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 那么圈养虎的成绩又是怎样的呢 为了模拟野生东北虎在丛林中捕捉鹿科动物的情况 东北虎林员的科学家们做了一个试验 它们用汽车拖着一些鹿肉 吸引东北虎们来追逐 有些老虎对鹿肉根本不感兴趣 它并不在人工饲养东北虎的常见菜谱中 也有一些基因中远古的记忆被唤醒 试着跟在后面 当汽车渐渐加速 贪吃的老虎开始卖力奔跑 经过测试 跑得最快的东北虎也可以瞬间超过鹿的速度 不过它们耐力比较差 很快就疲劳减速了 跑得最快的胜利者得到了鹿肉的奖励 然而获奖者535号和随之而来的小倩 却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开始大快夺疑 它们确实对鹿肉垂涎欲低 但同时却又出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这两只东北虎 不能成功地把鹿肉撕开吃到嘴里 要知道成岩东北虎的牙齿非常强大 它们大概有30颗牙 为什么会咬不动鹿肉呢 吃不到东西 它们怎么能在野外独立生存呢 在中国的北部丛林中 很多地方每年九月就开始落叶 来年的五月才萌发新率 一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白雪矮矮的冬天 极度严寒的时候 对所有动物都是生命的考验 捕猎变得难上加难 即使侥幸抓到了猎物 肉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冻得像冰一样硬 对于这些野外生命来说 最简单的吃饭也需要技巧和力气 535号和小千 都是第四代人工繁育的东北虎 它们从小吃的就是被人工处理过的比较小的肉块 没有人教过它们怎么把猎物分解开 如果母虎不能自己学会这个本领 今后它也没法教给自己的孩子 有些食肉动物的野化工作就是这样失败的 小茜走了过来 她试图把535号赶走 自己占有这个超大份的美味 但显然小茜也拿鹿肉没有办法 535号显然不想就此放弃 两只东北虎都在试探 对于这种杀伤力巨大的顶级食肉动物 一旦它们的矛盾升级 生死都可能在瞬间发生 这些打闹和试探半真半假 对于培养老虎的野性 也是非常好的机会 小茜似乎占据了上风 535号好像下定决心放弃了 然而就在小茜开始放心大胆撕咬鹿肉的时候 535号又突然杀了回来 两只母老虎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大战一触即发 危急时刻正是这样凶狠的撕咬脱拽 让两只年轻的母虎同时撕下了一部分的鹿肉 解锁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新技能 美味的食物让它们顾不得跟同伴发火 埋头大吃起来 放适中火 103,500克 底下 160克 270克 460克 560克 170克 560克 560克 这一天一辆卡车行驶到了东北湖活动的区域 一只野猪就这样下了车 野猪谨慎地巡视着四周 空气中老虎的气味让它紧张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 几只候选母虎的身体素质以及捕猎文领等等 都有了比较大的提高 今天这只野猪就是检验它们的最终课题 刘丹总工程师首先选择的是一只代号为535的母虎 它的各项身体技能指标最好 在等了在等了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 它似乎是轻易地就放弃了捕猎的尝试 小倩不负众望地向猎物发起了攻击 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发生了 对这只老虎来说 考试结束得非常迅速 结果也很不体面 人们发现 第一只放出来的535号母虎 现在还在活动场里 左前方 事实上 它没有放弃猎物 而是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起来 这是老虎的天性 在野外 它们哪怕攻击一只兔子 也会尽量采用偷袭的策略 从这一点看 535的野性很强 它现在还没看着虎呢 虎现在猫在那树根底下 看到了吗 看到了 露过小头 谢谢 猫在树根底下了 看 等等 马上就要 这虎就要伏击了就 在这场生存的竞争中 535获得了胜利 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为自己的后代赢得了自由的可能 接下来给535号选对象 535号能否认可这只公虎非常重要 近些年来 科学家们的研究表明 有一半以上东北虎的交配行为都是由雌虎来发起的 535号的发情期终于开始了 专家们选中的是一只正直圣年的公虎 它的身体状况接近完美 而且血缘上也和535号的谱系比较遥远 现在两只虎都在活动场地上 两只大猫看上去和平时一样懒散 其实两只虎都在紧张地 注意着对方的每一丝风吹草动 远远观察的工作人员更是发动了汽车 随时准备冲过来 应付不测 两只东北虎看上去情投意和 配对成功了 一段时间之后 专家们观测到535号顺利怀孕了 现在人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给535号准备产房 通过一代一代专家们数十年的努力 中国东北虎的人工繁育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特别是对于母虎的照顾以及繁育的控制 形成了一连串的标准 海盗 海盗 通知一下锅炉房 通知一下锅炉房 然后把锅炉烧热一点 加热时间长一点 现在温度有点低 同样的问题 在圈阳的情况下 专家们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 然而 由于535号这次情况特殊 人们希望从小虎出生 就在一个模拟野生的环境里 通过观察 人们推测小老虎会春寒撂鞘的时刻降生 那个时候 东北地区滴水成冰 怎么解决保温的问题呢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老师们 给东北虎林园的专家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为了在尽量模拟自然的情况下 解决保温的问题 人们在给535号准备的单独活动场上 修建了一个产房 很快 这个洞穴迎来了自己特殊的业主 535号 对新家的装修质量非常挑剔 老虎每胎通常可以生一到四个孩子 535号的孩子 每一只都是东北虎野化的希望 又是一年夏天 小老虎们已经一岁多了 身体各方面的素质都比圈养的同龄幼虎好得多 这一天 一只倒霉的鸭子飞到了他们领地里的小水塘 最小的一只东北虎妹妹 首先发现了她 猎莎却很不成功 正当鸭子想趁着老虎妹妹一时疏忽赶紧逃走的时候 另一只小老虎赶到了 这是最大的一只小老虎 它的体型已经超过了母亲的一半 看上去将来会发育成一只非常雄壮的公虎 然而此刻也被一只鸭子弄得手忙脚乱 一分钟之内 另外两只虎兄虎弟也加入了战斗 然而就像一个打地鼠的游戏 将近十分钟过去了 四只小老虎连手都对鸭子无可奈何 不远处传来了一声虎啸 他们的妈妈赶到了 羽鸭子的战斗在十秒钟内结束了 看来小老虎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我们也先做一些试验性的一些这个演化工作 这个我们东北武林医院刘丹总工 他做了很多对方的试验性 尽管财力物力不足 但他们利用现有的能力 已经做了一些前期的一些摸索的一些工作 这都是可喜可贺的 535号和他孩子们的野化实验 取得了很多阶段性的成果 特别是四只小老虎的发育过程 给下一步研究带来了很多的启示